大悲咒感应试剂 发愿出家持大悲咒 胃癌手术并发症 豁然痊愈 1993年8月21日晚 香港佛联会董事吕居士 于佛教黄凤祥纪念中学之佛教礼堂说法一晚 说法前于铜锣湾依素食殿宴谢旅居士 由另一佛联会董事崔长祥居士 及佛联会的工作人员等陪同 闲谈间说到佛法不可思议时 席间有一女出家人洪念师 说出她患胃癌而得以治愈的经过 红念师俗姓郑 十多岁时因母亲信佛教她背诵大悲咒 故她于那时已懂得念诵大悲咒 即年月三时因缘成熟 真正接触研习佛礼 年届46岁不幸患上胃癌 于纳达素医院接受治疗 医生为红念师当时还没有出家 动手术 切除胃癌 但手术后二星期 她腹胀如骨又发高烧 医生断正为腹腔炎 为红念师再开肚清洗腹部 前后两次手术 令红师元气大损 更不幸者是第二次手术的伤口 无法复合 浓水不断由伤口之一处流出 尖切腹部痛楚不堪 医生为红念师不断注射特效药物 但经数星期 伤口仍流浓如故 无法复合 而红念师更日渐消瘦 命延残喘 最后 医生已终于放弃 认为红念师之伤口 可能是因癌病影响 无法康复 于是建议将红念师转往南郎医院 红念师知道南郎医院的设备 比不上纳达素医院 事故誓死推辞 医生于是建议他返家静养 到病情转恶化时再返医院 但红念师深知 他的病若返家而缺乏医药治疗 势必加剧恶化 故已坚决拒绝 如是医生多次催请 而红念师已多番拒绝 不决住院已两个多月 一天医生寻防 告诉红念师 虽然他的伤口仍流浓如故 但医院再没有什么可以帮到他 故明天无论如何 他一定要离开医院了 红念师当时万念俱灰 深感缩破世间只难堪苦恼 他想 既然医生已明确表示爱莫能助 他还可向任何其他人求助吗 他于是立下决心 心中许下大愿 若他今次真的能绝处逢生 他便决定出家修行度众 就当俗家的他已死去 反之 若自己业障真的深重 只无可更改的话 明天他便回家等死 做出决定后 红念师便一心持念大悲咒 彻夜不眠 心口念诵不戳 事业 当值的护士 数番向红念师查询 问他在做什么 为何不睡 红念师自指 生死事大 持诵不能分心 故并没有答话 只是充耳不闻 专心持念 到了天明 红念师仍持诵不断 虽彻夜未眠 但他并未觉疲倦 反而觉得腹部的痛楚 肆意消失 为己 一大半医生寻防 为首的主任医生 略来歉意地问红念师说 今天你要出院了 你觉得怎样 红念师答 今天痛楚好多了 医生略觉奇怪 于是叫护士打开伤口看看 伤口打开后 医生和护士们都不禁感到惊奇 昨天的伤口仍是溃烂不堪 浓水不断渗出 但今天的伤口 却死已完全康复 干爽非常 医生在案腹部检查 跟着高兴地告诉红念师 你今次真的可以出院返家了 你的伤口已康复了 红念师听后非常高兴 暗自赞叹佛丽 只不可思议 这边乡医生们 仍在低声议论 不解何以两个月来 都不能复合的伤口 竟于一夜间复合了 主针医生 低声问护士 昨天发生了什么事 导致红念师的伤口 奇迹地迅速复原 只听见护士答说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只是昨夜当职的护士 焦更时说 红念师彻夜未眠 口中不知念诵什么 叫他又不理睬 引以为怪 医生们 虽不得要领 但仍很高兴有这结果 继续寻防去了 红念师自此 确实是康复了 他已医院出家 今年77岁 体魄壮健 只是不时 还有些胃气闷脏 他还打趣说 观世音菩萨 医命但不医病 红念师 不记得医生说 他的胃癌 在那时有没有扩散 但他却深信 佛力及怨力的不可思议 否则 他已不可能与今时 今日仍有机会 为我们诉说这个实证了 红念师 另外加述一件 持送大悲咒的灵异世纪 年月三十岁时 仍在俗的红念师 居于望角山东街的一幢楼宇 当时红念师 常早出晚归的四处参学佛法 一夜 约十一时半 红念师 反抵家门 经见铁闸及大门 均被撬开 心知不妙 料想家中 必为盗贼所抱歉 于是 急忙返入家中 查看损失 起料查看之下 除了铁闸及大门 被撬毁外 家中 似并未被搜了 已并无损失任何遗物 所有电视机 收音机 电风扇等物 完整安在 就是放在未上锁的 柜筒内的数千元 也完风未动 红念师 大觉奇怪 心想 必是由于他日夜持纵 大悲神咒不错的感应加持所致 后来 红念师的邻居证实 听到有贼人撬他家的门 不过 他们却因怕事 而未有 欲或报警 大门被撬开了 而家中 却丝毫未有损失 机会恐怕是万中无一 红念师家中 能幸保不失 他深信使 大悲咒神力加持所致 感谢大家的观听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敬请订阅 点赞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